两节临近多部影片又将角逐节日票房市场 而由张子怡和王丽红主演的爱情片《非常幸运》 也将以爱情之名加入到这场争斗战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闺蜜李密和陆小溪的怂恿下 斩女漫画家苏菲踏上了去往新加坡的旅程 遇见了她梦寐以求的特工型男大卫 然而在一系列歪打误状之后 苏菲搅黄了大卫的计划 大卫不得不与苏菲配合 才能追查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幸运星的下落 两人踏上了令人啼笑劫飞的冒险之旅 同前作《非常完美》一样 傻傻的爱画漫画的苏菲依然是电影的主人公 《非常幸运》加入了更多幻想的元素 此次苏菲不同于上次只是和情敌周旋 而是拥有了真正的惊险刺激场景 整个剧情极具喜剧色彩